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对孩子总是期望过高 过于苛责 失望不满等情绪 也会反过来作用在自己身上 让身体出现问题 作为母亲 如果不能对孩子放下压迫的爱 就很容易会感到自己的付出 没有得到回报 这时候内心就会出现失落的情绪 如果不能好好地调理自己 积压情绪就会造成乳腺方面的问题 一位34岁的女士来招握条理之前 在浙江某医院做臂潮检查 结果显示双侧乳房均有节节 左侧位0.7乘以0.38厘米 右侧位0.64乘以0.35厘米 两侧页下显示有淋巴节节 当我按言她手臂上乳腺增生 对应的能耐于多点时 她觉得有明显的痛感 于是我引导她 讲述出内心不平静的事情 她说她对孩子有着强烈的不满 觉得小时候还是挺乖的 但是上了小学以后 孩子就越来越不听话 在学校里也经常惹事 对此她很着急 所以生活中经常骂孩子 而换来的自然是孩子更多的抗拒 以前很好的母子关系 变得越来越紧张 让她喘不过气来 我引导她不断地重复 你不要这样子 释放出她对孩子的无奈 直到体内的情绪完全宣泄完毕 恢复平静后 我再次按压她手臂上 对应的能量预度点 她觉得已经不那么疼了 调理结束之后 我再次让她进行鼻潮检查 结果显示 左侧节节位0.65乘以0.3色 右侧节节和双侧的 腋下淋巴节均已消失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有时候一些其他方面 两性关系的纠缠 也会造成女性乳腺方面的问题 我在珠海讲座的时候 一位学员请我帮助她 50岁左右的好友调理乳腺增生 当时是在医生的办公室里 我与她相对而坐 在我的引导下 她讲述了一件 年轻时发生的事情 27岁时 她经常去闺蜜家里玩 有一天 她发现闺蜜20岁的弟弟 在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她 之后 她每次去闺蜜家的时候 男孩都会或多或少的 对她做一些奇怪的表示 她当时没有多想 但是后来 这个男孩告诉父母 说想和她在一起 她的父母和姐姐都觉得 男孩不可理喻 不能接受 男孩为了表示对她的真爱 就在父母面前用刀 砍下了自己的小拇指 并且说 如果再不同意就接着砍 后来她为了躲避这样的结果 及其邻居朋友的议论 只好离开家外出打工 对于这件事 她感到十分的内疚和委屈 在她看来 小伙子比自己小很多 是个幼稚不成熟的大孩子 所以对她丝毫没有感觉 我引导她闭上眼睛放松 回想着男孩当时看她的样子 面对男孩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并表达了对她的祝福 通过疏导 她慢慢睁开眼睛 擦着眼泪就笑了 然后我在按压她手臂上 乳腺增生对应的能量与毒点 进行疏通 调理前一碰就酸疼的地方 不再感到酸疼难受了 之后她又马上在同一家医院 做了一次B超检查 对比两次结果显示 她的乳腺增生已有好转 面对这样的变化 她终于明白了 真正让自己生病的 就是对这件事的放不下 大量的案例让我深有感触 困扰的情绪消失 那些压抑的记忆产生变化 就会重新唤起心中爱的能量 让自己再次充满力量 身体也会重获新生 没有谁不想拥有 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没有谁不想拥有成功又快乐 可是对于很多美好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人不敢拥有 甚至拥有之后 又会惶惶不得安宁 害怕在此失去呢 其实这一切都源于 每个人的心智障碍 人在过往经历中 经受身体或情感的伤害时 所形成的情绪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清楚和释放 都会成为心智障碍 存储在心智中 随着环境的改变 随时会被触发 而作用于人的生活与命运 消耗着人的生命能量 心智障碍在造成 个人生命能量的缺失或不足的同时 使人更多地向身边的人掠夺 逃取 而一旦对方也出现能量缺失 或也需要得到增加获取能量时 两个人就会形成争夺与争执 也就导致和形成了亲密关系中的错位 完美的婚姻重在修而不在求 婚姻是一面镜子 出现的问题都是我们内心的心智状态的反应 不是别人怎么了 而是我们自己有着与这件事 这个人相关的内在种子 婚姻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 一方所需求的情感 在另一方身上无法得到满足 美好的婚姻 既是对自己和家庭的责任 也是社会和谐的一种要求 家既是人来到世上 第一个给予安全和支持的地方 也是人最终的归宿 不论富贵与贫瘠 人到头来依然要回家 家庭是每个人获得能量最直接的地方 家族是一代或几代人的最初能量 人的生活与命运 与家庭家族的能量 和传承的序列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常说的夜落归根 就是这个道理 一切从家出发 一切又都回到家的原点 有家就会有婚姻结构 就有人与人的碰撞 只有对婚姻关系有了真正的觉悟 才能不枉这次百年修的同传度 千年修的共争面 人一出生 就开始通过精力从中觉悟 原有的个性 也会在这一阶段得以充分的展现 所有的父母都在用自己最好的方式 来培养和教育自己的孩子 只是方法和形式不同 但那份爱都是无私和真挚的 一个人如果在父母的引导下 没有完成功课 那么在婚姻中所遇到的人 就会提供让你精进和成长的机缘 只是很多人不能觉悟到 对方是在用他的方式来成全你 其实在亲密关系中 夫妻都是在通过对方这面镜子 来发现和不断完善自己 这才是婚姻的本质 非常感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心智医学的理论基础 人的思想变化会产生情绪 情绪会形成细胞记忆 同时导引气血产生定向与定性反应 形成身体对应器官规律性变化 和身体的能量淤堵 从而造成免疫力下降 就会使人病情加重或者是生病 不论一个人属于哪一个民族 拥有什么肤色 害羞都会脸红 伤心都会难过流泪 受冻都会流鼻涕 这就是思想对身体的定向调节反应 中医谈到 百病皆生于气 就是指思想使人产生想法和情绪 影响气的正常运转 气血的非正常变化就会形成疾病 气是维持人体生命运行的能量 不同的情绪会产生不同的气血变化 导引生命能量形成不同的反应 不过喜就不会伤心 不过怒就不会伤肝 人产生的不同情绪 会对应身体的不同器官产生不同的反应 形成对器官的影响和作用 最后引发病例反应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 人体的免疫系统 犹如忠于职守的哨兵 在肩续和阻止肿瘤的扩展和转移方面 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而请制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来实现的 神经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 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调节网络 当人出现过分的焦虑紧张 愤怒恐惧 激动窘迫抑抑郁等不良情绪时 会波及神经内分泌系统 进而影响到神经地质和激素的正常水平和作用 影响各脏器的功能 以及降低身体的免疫力 最终发展为疾病 情绪也是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心理学研究将某些疾病或身体变化看作是 情绪应急反映作用于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结果 西方医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显示 情绪状态可以通过生物、心理和社会等多种途径或方式 与身体健康产生因果性的联系 并且可以通过改变信息到达大脑时的舒适感 影响人们对身体症状的认知 对健康行为方式的选择 对所患疾病的适应 有人做过这样的科学实验 在喂老鼠的食物中加入了致癌物质 且癌症的发病率仅为10% 当对老鼠进行能够引起紧张情绪的强烈刺激时 且癌症发病率则上升到了50% 不同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出 情绪变化对健康状况的影响非常大 2010年世界顶尖科学期刊细胞发表了一篇论文 研究者将遗传背景相同的小白鼠分成两组 一组在比较大的空间生活 里面有迷宫、玩具、房子、滑轮等 小白鼠可以玩耍、交流 被称为快乐小鼠 另一群则放在固定的小空间内作为对照组 一段时间后 科学家对两组小白鼠身体中的诱发肿瘤、黑色素瘤、乙腺癌等进行测试 结果发现 快乐小鼠诱发出的肿瘤比对照作要小很多 这说明了 良性的精神刺激对肿瘤有抑制作用 情绪对身体的作用具有定向性 不同情绪对应着身体不同部位或者是器官 情绪最容易被人忽略 却又对人影响很大 每个人经历的事物都会在大脑中形成记忆 其中有些记忆只是信息的存留 它们在我们的脑海中溢出涟漪 短时间内就会消失 但有些记忆伴随着某种情绪 就会像无法化解的水垢 沉淀于记忆汪洋的水底 当它们不小心被搅动时 就会翻腾起来 扰乱了思想 干扰人们的视野和判断力 人们常说的放下 也只是在意识层面的不再去想 而将那些触动干扰自己的念头 或带着情绪的想法用理智来压抑住 然而就像计算机要高速有效地运行 除了硬件还必须没有病毒影响一样 如果只是单纯地扩大内存 而不把潜在的病毒清除掉 那么这些潜伏的危险 就会在你看不到的后台不断地发作 繁衍 甚至无声无息地拖垮整个计算机网络 我们的心灵也是如此 一味地用理智去压制那些负面的情绪和经历 实际上是对能量一次又一次的大量的消耗 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 在我们生命繁衍和进化的过程中 往昔经历所产生的一切情绪 都会被存储在我们的心智中 无论是一分钟前的还是几年几十年前的 甚至千百年前家族遗传的情绪 都会穿越时空 对我们现今的生活和命运产生作用 计算机中 我们要找到原程序进行重新编译 给予新的软件信息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程序 计算机就会执行新的运行方式 人的心智也是如此 只要找到情绪发生时的经历 采用科学有效的方式进行化解和释放情绪 犹如重新编译软件一样 改变了原有信息 那么因为这件事情所执着的思想也会随之改变 思想的改变就会造成命运的改变 霍金斯能量等级表 著名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博士 运用一种称为人体动力学的技术 给予新智的能量级别以量化的测量 新智的能量级别 开悟 量化指标700到1000 新智能量级别平和 量化指标600 欢愉 量化指标540 爱500 理性400 接受350 情愿310 忠庸250 勇敢200 骄傲175 骄傲175 愿怒150 欲望125 害怕100 悲伤75 冷漠50 自责30 耻辱20 霍金斯认为 心智级别的关键反应点在200 也就是勇敢 当某人的心智级别 由于内在情绪或歪在条件而降到200以下时 他就开始丧失了生命能量 变得更加脆弱 更加不健康 生命缺乏活力和动力 更容易被环境所左右 心智能量级别在200时 是一个人所处征服能量状态的分界点 从心智能量级别来看 耻辱自责 冷漠悲伤 害怕欲望 愤怒骄傲这几项 都是低于200的情绪 这也就是说 影响心智能量在与各种不同的情绪 心智能量级别20 耻辱 这个心智级别接近死亡 容易导致有意识的自杀 抑郁 焦虑等情绪 耻辱让我们感到失去面子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甚至感到绝望 驱逐是对付驱辱的传统处理方式 在原始社会 驱逐就相当于死亡 人生早期遭受的耻辱体验 比如性侵害 都会在日后的生活中 形成人格扭曲 按照弗洛伊德的定义来讲 耻辱会导致神经观能症 这在女性方面尤为典型 由于缺乏自尊 身心健康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很容易导致生理疾病 以耻辱未基础的人格 常常表现为害羞 退缩 焦虑 紧张和内向 在处理个案中我发现 在有公寒 肌瘤方面问题的患者中 就有一定可能性是 在早期生活中 有过性侵害的经历 有的是被男性辱骂 语言低俗难听 有的是在上小学时 被男生摸过一次屁股 有的是被有势力的男性 触摸过身体 有的是被亲属性侵害过 这些经历都带着 令人耻辱的情绪 对日后的婚姻和事业 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类女性 在遇到优秀的男士追求时 会本能地远离 这些自己也很向往的男士 在意识层面 她知道这是理想的伴侣 可是在潜意识层面 过去经历所形成的耻辱感 会让她觉得 自己配不上这个人 可是一旦失去这段感情 她又会万分地依恋 无尽地回味 而且在遇到下一个人时 她又会与之前的人想比较 对更好的人 在潜意识中会感到更内疚 对不如的人意识上 又不好接受 结果在外人眼里 她是挑花了眼 其实是因为 她内心有着耻辱的种子 让她左右为难 有的人会因为 这种耻辱感 而一直认为自己是肮脏的 要用刀牛做马来洗清自己的罪恶 所以寻找伴侣的时候不敢高攀 选择伴侣的时候会降低标准 而且大多会对对方百依百顺 在生活中总是不自觉的 克制自己的需要 而适时满足对方 鲁迅有决明言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不被理解的人让是有限度的 一旦到了极限就会爆发 而且是猛烈的爆发 以至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他会将多年的压抑 一下子宣泄出来 使家庭矛盾尖锐化 以致难以挽回 还有一种女性受到侵害后 会产生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的心智种子 于是在两性交往的过程中 总是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 不论对方对自己有多好 都很少会为对方付出 其实不是他不愿意和不懂的付出 而是因为小时候异性造成的伤害 所形成的耻辱感 使他对男人本能地产生了抵触感 即使迫于亲属朋友 和自己年龄的压力而走进婚姻 也难以有良好的关系 这样的女性大多会因为能量的预解 而产生公寒乳腺炎 痛经子宫肌瘤等情况 在多年处理个案的过程中 我发现对女性伤害最大的就是性侵害 一方面这些事情无法找人讲述 也无法追究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不懂得处理这些早年经历中产生的情绪 会对自己的生命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这些过往的经历 往往会造成很多人婚姻的破裂 甚至很多人因此而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对男性心生厌恶或产生严重的洁癖 而其实只需要通过找到早年经历中的种子 加以释放和清理 生活就会发生美好的改变